- 采访,专闻,暴人群龙港大运中心,距离深圳市区大约30公里,开车有40分钟,作为2018NBA中国大深圳战的举办地,10月8日,这里一场热闹,虽然这已经是NBA连续第三次, 在深圳举行季前赛,而且没有勇士和火箭等热门球队,但是球票仍然一票拿球,按照安保规定,最多可以出售85%的球票,这次就批了85%。 大运中心球馆的负责人刘云峰告诉腾讯体育,龙港是篮球之乡,我们有很好的球迷基础,刘云峰刻意提到,前段时间获得三对三亚运会冠军党,就是旁边东莞草根出身, 正是因为龙港,和整个深圳以及周边的东莞和佛山等城市良好的篮球氛围,明年篮球世界杯的八个举办城市,其中有四个在广东省,深圳,东莞,佛山和广州,作为篮球世界最高级别的赛事, 世界杯对所有的举办城市,以及举办场馆,都是一种考验,NBA中国赛,就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机会,2018NBA中国赛深圳战主办的大运中心中国赛的经验,未来是世界杯的标准和要求,这不是第一次我们接待NBA中国赛,我知道整个流程,所以我一点都不紧张,刘云峰笑着说, 你看我刚才还想着,要跟罗维斯基合影呢,NBA中国赛是商业比赛,世界杯是不同营义上的比赛,从某种营义上来说,两者并不一样,这种比赛,提高的,主要是承办大赛的能力,深圳新世纪篮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陆军说,在过去的几年,新世纪篮球队在大运球馆举行主场比赛, 球队和球馆连在了一起,刘云峰和鲁军也成了朋友,承接大赛的能力,这是一个综合的概念,涉及到全方位,刘云峰说,不同的比赛,有不同的需求,所以对我来说,首先要问清楚需求是什么, 这个需求要尽量细致,譬如有多少贵宾出席,需要怎么接待贵宾,更衣室需要怎么布置,甚至具体到毛巾的需求,不同的比赛,有不同的需求,在确认需求之后,才能更好的准备,准备工作,设计到很多方面, 大型活动有严格的安保要求,消防要求,比赛多了,经验自然就丰富了,大运中心已经举办了很多比赛, 如2017NBA国际系列赛中国战,2015年到2017年RCC国际冠军杯,2018NHL中国赛以,集邮家赵燕文体集团主办的2018把国超级杯得, 自此美国四大职业联赛,已有两大联赛与大运中心举办,刘云峰介绍说,大运中心球馆刚刚举办了NHL中国赛, 冰球和篮球对比赛的要求不一样,不过NBA中国赛的经验,也可以转移到其他比赛, 其中最明显的,就是解决了沟通时间,刘云峰说,得益于这些活动的经验, 运营团队与NBA中国赛组委会方面的沟通相比往年更加顺畅,大大节省了时间程, 本来,且大运中心每年都会根据以往经验调整成果保障的重点, 严格要求赛前搭建机场馆工作人员持正上岗,以保障搭建工作能快速安全完成, 这些赛事活动的标准及要求,都将会应用到2019年男子篮球世界杯, 以至于未来的国际国内赛事演绎活动当中, 大运中心球馆的负责人刘云峰,又中国赛的成板, 让主办方多了几分笔气,2018年6月28日,中国和韩国的外围赛, 在深圳龙港大运中心球馆举行,虽然是外围赛, 但是明年世界杯的所有相关单位,都悉数到场, 中国篮鞋的有关负责人,都到场看了比赛, 世界杯是国家队的比赛, 而暴动笔商界比赛的要求不一样,更严格, 刘云峰说,在赛事服务要求,设施设备等方面的需求, 都已经有了明确的标准, 根据这个标准,大运中心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, 如设施设备维护升级,人员管理等, 若2019年男子篮球世界杯, 确定与大运中心举办, 届时将按照此计划服务于赛事, 大运中心球馆可以容纳一万八千多观众,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 都是国内座位最多的球馆, 一直到南京修建了新的球馆, 作为篮球之乡, 深圳有两个CBA球队, 也有两个CBA球馆, 世界篮鞋的官员, 起初并没有考察大运中心球馆, 他们只是到了位于深圳南山的球馆, 表示满意, 然后就离开了, 去刘玉峰介绍, 现在他们正在争取, 看是否可以安排几场比赛, 到大运中心球馆举行, 中国赛的成功举办, 也让他们多了几分底气, 按照计划, 深圳要举办十场比赛, 六场小组赛和四场淘汰赛, 丁燕宇航在中国赛的亮相推动了篮球热度中国赛的明星, 推动篮球世界杯的热度第四节还有八分多钟, 丁燕宇航的幻伤时, 全场球迷响起了热烈的掌声, 作为两队中唯一的中国球员, 丁燕宇航的一举一动, 都是全场球迷关注的焦点, 每一次丁燕宇航出球, 球迷都会欢呼, 当丁燕宇航罚球得到一分时, 全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,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, 从上海赛事露面的王志志赫巴特尔, 再到了丁燕宇航, 曾经和现今在NBA打球的中国球员, 都有超高的人气, 看到同胞和世界上最好的篮球运动员在一起打球, 会感染很多球迷, 尤其是年轻球迷, 作为篮球世界最高级别的赛事世界杯, 将会对我国的篮球热再一次加温, 现在北京的篮球训练班, 根本报不上名, 有一位家长抱怨道, 青少年篮球培训火热,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, 这些年出现的篮球培训的机构或者公司, 越来越多, 我国中小学考试, 把体育温入体系, 是一只强大的五行的手, 促身我篮球培训机构等, 同时, 随着我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, 越来越多的家长不仅自己从事体育运动, 也建议让孩子从事篮球等运动, 篮球在各, 年龄层的学生中也越来越流行, 在腾讯体育主办的篮球论坛上, 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长盖说, 他建立我国的篮球前途无限美好, 因为他今年夏天, 在苏州看了小朋友锦标赛的比赛,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, 极高的战术素养, 家长们甚至愿意花钱, 从美国自费已经而完的高中教练, 有这般决心和毅力, 我国的篮球腾飞只剧可待, 我国的八个举办城市, 直接辐射的人群接近一亿, 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篮球热, 势必会因为世界杯各更上一层楼, 武汉和南京, 以前并没有机会举办NBA中国赛, 这将是当地举办过的最高水平, 最具人气的篮球比赛, 对当地的篮球热度更是非凡意义, 和其他大型体育大赛一样, 世界杯这种级别的比赛, 将会有浓厚的旅游味道, 对举办城市是个极好的宣传机会, 作为世界杯的合作伙伴, 腾讯体育会在下面的一年持续报道, 世界杯的各类内容, 所有的参赛国家的媒体, 也势必会宣传比赛举办的, 参赛国的很多国家队球迷, 会从四面八方到中国, 为他们的球队加油, 社交媒体的时代, 每一个旅游者都是一个传播的机会, 每个城市都想要中国队, 都想要美国队, 都想要举办决赛, 我们正在努力安排, 国际篮球协会秘书长, 报曼前段时间, 在西安的篮球乐坛上, 前面的抱怨他在中国举办世界杯的烦恼, 安排, 部队差的内容是否负责。